土耳其航空有一架从伊斯坦堡飞往桃园机场的航班 在途中遇上了乱流 旅客回顾当时才刚刚拿到飞机餐 飞机就突然垂直剧烈的晃动 丧失餐点跟衣物通通都散落一地 还有旅客直接撞到了天花板 个个是惊魂未定 根据消防队的统计 机上总共是有五位乘客受伤 其中有一个人在下飞机之后 伤势比较重也被荆棘送移 差一点还有我的头 还好没事太恐怖了 吓死我了 大家现在都在整理 头发上身上沾满了飞机餐 指尖机舱座位走到 餐点枕头手机笔电全散落一地 就连外套也沾满食物全毁 遇上强烈乱流 飞机上乘客惊魂未定 土耳其航空一架TK24航班 当地时间五号凌晨一点多 从伊斯坦堡飞往台北 途中遇上乱流 乘客直呼当时飞机突然垂直晃动 有人头撞到天花板 有人被掉落雾砸中 而班机在台湾时间晚间六点 抵达桃源机场 受伤民众表情痛苦 掉点滴被抬上担架 还有乘客头顶肩膀手臂都受伤 只能坐轮椅离开 由于事发突然 多位旅客受伤 桃源机场公司获报后 成立应变小组 统计班机上共214位旅客 17位机组员 其中5名旅客受伤 一人下飞机后被紧急送医 桃机公司表示 后续将依常置信报告 飞安相关事件处理原则 发送报表至民航局 并通报运安会 希望类似乱流惊魂 别再重演 记者林住强桃源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